50颗长寿煤千叉一年可以赚一辆豪车 两个半月前50颗八重啸千叉了150颗 加上母本四倍的增长 活了以后再做三次倍增就能有12800颗 按现在八重啸的价格一颗卖150块 一年半时间就是192万 除去所有成本至少还剩150万 先点个赞打开看看成活率 听说八重啸千叉成活率低 目测成活率在90%以上 虽然现在是冬天 叶片生长还是比较正常 看来云南四季千叉都没问题 太细的枝条已经刚枯了几根 拔起来发现还有希望继续插下观察 拔一颗带叶子的看看 生根效果还不错 多数带叶子的应该已经长根 保暖过冬 明年三月份移栽到大花盆里 这回心里踏实了 看来这个项目头对了 给我一年时间把价格打个三折没问题 浪大街的红花一号长寿煤 露天千叉了一批 成活率明显低很多 也能说开春会继续发新芽 保卫乡里的白花长寿煤 都母本枝条太少 出息不匀 生长参差不齐 给点时间正常倍增 很快就会和荀子一样的价格 千叉的实话会还算健康 这东西好插活 就是生长过于缓慢 价格短期内还下不来 想让盆景走进千家万户 要有一个大众化的价格 高高在上的好品种和天价盆景 只适合玩家 希望有更多的人 参与到防止品种和小盆景的制作中来 让喜欢盆景的朋友越来越多 为低价好货点个赞 我是李湘璐 我们明天再见